2022年6月14号 北江发生超市天一约河水 最到6月19号 北江最大路过流量达到19900立方米每秒 北江大堤在洪水里的时候 就是保卫我们的水上强盛 遇见秒成带你寻找三水奇妙故事 大家好 我是新三水人小林 北江大堤这座壮美的广佛屏障 都发挥了什么作用 存在了哪些时代记忆 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 我们这个北江大堤原来就叫做溶塞围 它就不是叫北江大堤的 为什么叫溶塞围呢 因为它在我们四郊村到黄塘段子间收筑 那时候就是这段路很多溶树 就是收这个堤围是要堵住它的漏洞 是不是堵塞的意思呢 所以它就取两个字 一个就是溶树的溶 一个就是堵塞的塞围 简单就是鸡围的意思 叫做溶塞围 到了新中国培收 即是19545年培收的时候 收好了之后 即是加股提高 加股了之后改名 就正式定名为北江大堤 当时多达12.5万人员 就是北江大堤的抢收 这些普通的人做了很多不平凡的事 我们这里就是没有那么多粮食提供 很多那些民工其实自己是背上沙波鱼餐 带上粮食 因为它刚好是1924年底到1955年初这个完成 所以它为了回收这个大堤 就放弃了回去过年 就是这些叫舍小家 古代家嘛 盘盘毅力大江头 安护农村魏广州 水利先生全省昌 波神肆虐自今修 民工百万低强骏 虎奔三千气概流 种制监房虚贯彻 中当根本至洪流 北江大堤加股工程全低骏工时 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以诗书怀 记载下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如今的北江大堤早已因其优美的环境成功出圈 夕阳夕下水浪拍案 在这里可以追寻诗和远方 让心灵得到清晰 大堤外是奔永北江 大堤内是万家灯火 它如水上长城般 守护广佛两地乃至珠三角的安宁 按下来之后 穴殖苏 重苏 看手